哎 大姐 说不说 哎呦 叫谁大姐呢 你要不要脸啊你 叫我大姐 你个头毛羔羊 还有一直叫大姐 你客人年纪比我大多了 小姐姐说不说车啊 不要跟我说话 跟你说话 觉得我是侮辱我啊 真的是 小妹妹要不要坐车啊 你好 去哪里啊 我想去那个找蟹村多少钱 找蟹村啊 哎呦 一百块钱 我也一百块 我八十 我八十 能忙少一点啊 我打工一桌 做一分钱都不容易的 我五十 五十什么五十 五十有钱都不够 五十真的吗 真的 我送到包送到 没什么套路吧 没有 没有 来 行行行 上层 你什么人呢 什么什么人 跟我讲课 我定不做你让你配 我是顺路的 你知道吗 顺路 我顺路为家的 好 美女啊 你小心一点啊 有抠路啊 白白挨了一巴掌 还拉不到客 等车啊 对呀 拉客的是吧 对呀 哦 我想去那个 杨伟村 一百块钱行不行 杨伟村啊 对呀 我赶时间的 哎呀 跟我同一个方向了 同一个方向 可以可以 可以是吗 大哥 怎么了吗 你什么意思啊 一路上 刀刀转转 原来就想多拉两颗羊 哎呀 美女啊 我拉你一个 就五十块钱 我揉钱都挣不回来了 我不管你 你先拉我的 你必须先把我拉回去 然后你回头可以先再拉他 我不管那个次 多做一个没关系的 你要不你这样坐前面 这块车 那么小 怎么坐得上啊 你坐前面坐这里 我保护 不 我不用你保护 大家都是同一个方向的是吗 对呀 我挤一挤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吧 不行 要不这样吧 他小哥哥坐后面 你坐中间行不行 这样的话 你也不会掉下来嘛 师傅啊 如果这位美女 他坐中间 我坐在美女后面的话 我再加一百块 一共给两百 那 他人家都是给两百块钱的 我跟你说 那你收不收不行 我说不行就不行 你必须先拉我 人家都帮你两百块钱 我你要五十我不收了行不行 不行 呃 如果实在是还不够的话 那个 干脆跟那美女一起坐 我干脆把美女那一份车费都给了 你可以等下一辆啊 我也要试呢 你看你说我去 你那个五十块钱 我肯定是要拉两百的 你这样吧 你这样吧 你重新造车吧 我带他走先 你怎么那么没有职业到楼啊 我什么没有职业到楼 我做一个拉摩地的 我们为了就是多找一分钱嘛 能赚一分是一分了对不对 人家跟我逛出两百 是不是啊 小哥哥走我们走 我赶时间啊 不行 怎么不行啊 我让你去当大我一个人 我跟你说吧 人家出两百 你才出五十 我肯定是要搭多一点了 那我不管 你自己等吧 要不你就 如果你真的想做的话 你把他那两百块钱一起出 两百五 少一点行不行 不得行 我也等着急我去的 怎么样 他不他出五十 我肯定是拉两百的 上上上上 搞吧 哎呀 哎 两百五就两百五 回家再给你行吗 那也可以 那小哥 不好意思 你不拉我了 哎呀 小姐姐不愿意啊 他都愿意出两百五 好不容易等到一辆车 这里等了几个钟了 那如果我过去 赶了急过来的话 我就打你 那我先走了啊 不好意思啊 这么有女人味的女人啊 如果能跟他坐一辆车 我愿意出三百块啊 哎呀 可惜了 小姐大哥 这里是我家吧 这里是你家 慢一点 慢一点 那 给你给钱我啊 我叫我老公出来给你 你 你没有钱啊 我说了 我没带钱啊 老公 怎么可以是这样子啊 老公啊 老婆啊 我妹子了 我坐车啊 我正想问你呢 坐个车怎么这么久的 过来一下 老公啊 干嘛呢 半目香 遇到个黑魔地啊 干嘛呢 还就是啊 是啊 这么黑心都要啊 嗯 哎呀 赶紧拿钱了 我就要去拉客啊 没事 你先回去 有我在呢 老公你治他 嗯 行行 哎呀 哎呀 没得了 哎呀 你好 嘿嘿 是你给他钱是吗 啊 我给啊 辛苦你了 好了 多少钱啊 250啊 250啊 对啊 这个十几二十公里 就收250了 哎呀 那不是你们这里又山 啊 行行行 那个走路一薄一薄的 你看我的油钱 那个什么 哎 没问题 我给你拿钱 哎呀 忘记了 你不要告诉我 你没有钱给我啊 那不 我昨天把所有的现金都存到银行里面去了 那手机转账呗 哇 行行行 咦 手机手机也没电了 你看 那 那你现在让我怎么办吗 哎呦 我还赶着去拉客啊 要不我到镇上去 那个把钱取回来先 那么远 哦 还有个办法 要不我去隔壁家去 行不行 也行 哦 那那个 你你你 你那个 你就在等下 行不行 啊 也可以啊 嗯 哦 这个要不这样吧 你开这也辛苦了 干脆啊 你去我家里面吃碗粥 吃碗粥 你这个 会不会收钱啊 不会 放心好了 行吧 啊 啊 好 谢谢 啊 老婆啊 去厨房里面 盛两碗粥给玻璃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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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么低了 怎么这么坏的呢 啊 当我包 真当我当250了 哎呀 不行 得治下你先 哎 有了 哎呀 这家里面的西饭真好吃 搞得我吃了伤了 哎呀 怎么那个人还没回来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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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久啊 哈哈哈 回来了 放心好了 钱借回来了 借回来了 啊 来 给你吃饭哦 那行 啊 那我 幸福你哦 哎 不用讲这个啊 我那我都感谢 感谢你来吃你的西饭 没事啊 嗯 哎呀 你的西饭真好吃啊 这个三碗啊 哈哈 那你那个慢点吧 啊 啊 这是什么啊 哎呀 摩迪老啊 我都说叫你慢点了 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家祖传的女红啊 放在地窖里面发霉了 我拿出来亮下一下 现在就搞坏了 不是我撞到的吧 还不是你撞坏的 波动说叫你慢点慢点 哎呀 我怎么向我的内主内中交代啊 他说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啊 哎呀 这个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啊 哎呀 摩迪老 一句不好意思能解决问题吗 要不这样吗 摩迪老啊 你看 我其他不多说 要不你陪我一平一模一样的就行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最难还找给你 这样吧 我我车费我就不要你了 我还你了 你车费才 那个两百多块钱啊 我这瓶酒啊 价值一万多啊 一万多啊 我都不舍得卖啊 那拿我去卖了 也没有那么多钱啊 摩迪老不说卖不卖的了 哇 要不搞个折中的方案吧 我见你啊 也不是故意的 你要那么好送我老婆回来了 干脆啊 这个酒啊 送你那个五折就行了 赔五千块钱主要就行了 五千块钱我哪里有那么多 那你身材有多少 哎呀 怎么这个好久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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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有三千 哎呀 哎三千就三千了 对不对 你也不是故意的 啊 你留两百给我搭车 留两百给我那个什么吃法 哎呀 兄弟啊 我三千块钱我都亏了 你能给就尽量给我吧 给我一个心理安慰啊 好不好 哎呀 这样也就算了 行不行 你看 等下还踩到呢 关键就是这个酒啊 哎呀 兄弟啊 下次开车小心点 你掉车的时候啊 注意观察示威的情况 对不对 哎呀 我这个好酒啊 我有点不好意思 哎呀 算了 哎呀 祝穿的老酒啊 嘿呀 嘿摸的 老婆 老婆 赶紧出来 那个人走了没有 能不走吗 哎呀 那个人啊 杀死我啊 不用怕 有我在呢 这个车捐 照250 老公 啊 这个钱哪里来的 这个钱呢 是这一瓶 那个女儿红的钱呢 哦 就是那瓶过期的那瓶啊 发脚落那瓶 对呀 我看的那么黑心啊 我必须要整一下他 教育一下他 我就说这瓶是祖传的 我故意放在他车后面一碰就换了 我要赔了那个三千多啊 哎呦 老公你好厉害啊 哎呀 不说了 这个钱给你保管 我主要是看啊 不道德 所以说必须要给他上一个 哎呀 最近这个车 老去 知道这种黑莫的 哎呀 平时你要注意一下春泽啦 太那个吸引眼球了 还有一点 刚才在半路上 他有没有对你做什么事情 没有 那没有就啊 就加钱而已 那回去 嗯